十年磨一剑 但我用二十年才领悟到了交易应该怎么做 我是从零四年开始做期货的 至今已经二十载前面十来年都没有什么剑数 零零碎碎的亏了不少 好在本来就没有什么钱 估计下来总共亏了十四万多 以五年开始我已经赚多亏少了 以五年底账户上差四百 是两万至今为止账面已达三百二十多万了 我知道这个战绩并不特别出色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办到 所以我想把我的一些经验写出来 让更多的人从中借鉴 我的操作是波段交易 前面十年我反复尝试了许多技术 什么技术都零又什么技术都不零 我现在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趋势的技术 是一种最高境界理念的发挥 对趋势的理解心中自有一番体悟才行 否则什么技术都无用 由此我选择了均线作为了解趋势的窗口 其次是趋势线 我的工具只有这么多 没有再多中心只有一个 就是趋势的理念这个理念 我不会轻易与人深谈 许多的经典梳理 也不会轻易讲这个 它是所有成功者的秘密 以五年开始 我的战绩一直保持不错方法 我已经找到了 但是问题是我经常丢失这个方法 打了一段时间 我的成功率开始下降 我心中的理念和技术的 似乎变了行连续几周 败多胜少 再也没有了那种清晰和无比自信的感觉了 一下子从顶尖状态 跌到了最低级的层次 账面一再亏损 好在我通常都不会把损失随意放大 盈利可以不封顶 但是每次预设的亏损限度却不能不加以控制 但是不管你对亏损如何的设限 只要你打不赢就会不断亏损 梅运就这样一直挥之不去 心情也特别烦 正在我眉头紧锁之际不经意间 看到了几个月前的一篇复盘心得 总共只有寥寥五行字 一看完立即振奋起来 头脑一下子变得清爽明亮起来 当时我就知道 我又回来了 之前就是 忘了这个心法才章法大乱 接下来的一周对盘面再度胸有成竹 这一周再度大获全胜 以盈利百分之时期结束 一扫几周的阴云 从这里开始我不敢怠慢了 每天把操作心得记录下来 以防再忘掉 毕竟重要的东西已经找到 唯有千万遍错误中 才能产生正确的方法和理念 不经过无数的错误 不可能会有正确 前面十年我经过无数的错误 就是我已经知道了无数种失败的方法 所以过去的错误是我良好的基础 知道的错误越多 对一个人越有好处 当一个人找到了成功的方法时 事情也就变得容易了 持续的成功 使账户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增加 短短半年 账户就从两万赚到了十万 但我还是觉得赚得不够快 操作变得极为冒险起来 开始把把满仓操作 虽然以前的确也多次满仓操作 可是如果以为任何时候都可以满仓 离毁灭也就不远了 那一天 在橡胶上就出了大事 非理想状态下留了个满仓过夜 第二天橡胶大幅低开 直接损失25%以上 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过 立即止损也没什么 反正大来大去 可是人在英明不可能 时时都英明这回 居然勃起傻来 侥幸他会回升一些 结果没有过了一段时间 居然发生了第二波下跌 其实就在这一天里 损失已经惊人 可是却想赖着不肯认输 尾盘反弹了些上来 心里有了些安慰 干脆再留一下仓 明天或许还会上来 下面好像有支撑 支撑个屁 第二天开盘 没坚持多久 又忽杂下去 怎么办 心里那个急 其实所有技术都走坏了 但是这时候 就是不想看糊里糊涂地 选择了扛 与其说是选择 倒不如说是没了主意 平时好像做得不错 以为自己很聪明 可是事情急剧变化时 就成了傻子 我原来并不具备 在紧要关头 触遍不惊的能力 也无特别情况来临时 正确反应的能力 当最后平仓时 账户又只剩下两万多一点 人像虚脱了 一样 亏钱并不怕怕的是 失去应有的冷静 哎 一个高手有时候变得和傻蛋 没有什么区别 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 这居然是 一个连续能把账户翻倍的人操作的 经过连续几天的账户大洗劫后 我又走入了另一个歧途 我不敢再用重仓了 变得很斤斤计较 我开始安慰自己 小心能使万年传 稳定盈利最好能赢就行 这样过了几个礼拜 账户上一直没有限过大的亏损 但也不见多大增长 就这样 小气鬼式的做了几个星期 账户进展实在太慢了 我感觉 好像有不对劲的地方 在最容易获利的时期 没有最大限度的去赚它 行情有时趋势 极为明显赚钱 有如弯腰从地上捡起 以前的账户 动不动就会出现大幅升高 那就是在出现最良好的机会里 全力投入 不知那时胆子怎么那么大 现在胆子变小了 真可为小人赚钱 如要人命 事实上 这绝对是受打击后的负面态度 要自已打破这种负面的惰性 并不容易 爆发户绝大部分财富 发生在少数的时间里 20%的机会里 获得80%的财富 搞固定仓位 就是不承认机会分布 是不均等的 必须在这20%的机会里 赋予非常的仓位 强强联手 经过几个礼拜 这种良有不分的平均主义 彻底的结束了 至此许多的障碍被一一扫除 我又变得信心倍增 并且我领悟到 加快账户速度的方法在于少做 成有所不攻 均有所不击 并不是不想攻不想击 是想集中力量攻击 那最有潜力的行情 如果想攻击最有潜力的行情 你就不能乱点兵 从你开始准备攻击它开始 你就已经参战 攻击从你选中它作为目标那一刻 开始全力攻击了 接下来需要围绕它 反复思考权衡 做各种技术分析划线 各大法则对照等等 分析它各方面的情况 做更多的可能设想 任何进入之前的疏忽 都可能给进入后带来灾难 如果不多些时间 常常会被某些个别方面所吸引 匆匆进去才发觉并不那么理想 原来还存在着不少严重的缺陷 比如正面临某个重要阻挡 违背某种法则等等 此时较大的损失往往已经发生 对几大法则要一一对照 全不能违背 而这需要充分时间的预先对照查看 如果没有足够的分析 是会被盘面引诱的 急忙出击大多情况下 不会有好结果 意识到应该集中最大兵力 攻击最有潜力的行情后 接下来的操作就一帆风顺了 成功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 接连单日大胜 最大的一个单日大胜 是当天盈利达到接近40% 三个月的时间里 账户不断刷新 接连翻倍 第一个月底时账户重回5万 第二个月底时账户已到12万多了 第三个月账户已经来到30多万 至此赢钱变得很容易 现在如果有人肯认真地请教我 除了你的趋势理念之外 第二重要的是什么 我会立即回答 从容 我之前的失败 无一不是毁在缺乏从容上 当我的账户达到30万多的时候 我拿出了一笔钱 我是想亲自感觉 感觉塌了 我买了些东西 给自己放了几天假 到附近的几个地方一顿赚 我第一次感到什么叫悠闲 在这不交易的几天里 我感到非常的轻松 蓝天白云自由的呼吸 随意地观赏一些景色 平时从来不注意的许多事情 竟然第一次感到这么真切和心情 我忽然觉得生活很美好 又忽然回忆起以前许许多多 也许这才是我有生以来最伟大的发现 从容让人心中充满了持久的宽慰 它极可能是人生最应有的态度 当一个人能从容地对待一切的时候 智慧沉稳和力量就会一起涌现 以前的错误大都是缺乏从容 匆匆分析匆匆操作心绪浮躁急于求成 所谓的成功无非是运气罢了 从容才是期货人最重要的品质 当我拥有了从容之后 自此我的期货之路皆是坦途 记得点赞关注哦